本本今天代表生理的庄文昌 因为与他以前比较生涯 决定将经营30多年的代表生理收起 和太太两人到岛南买去咬烤面包 并因为亲亲感受到环境影响 以及食品安全的重要 他们的米包 米粉不但是不加仅好化学官料的天然米粉 连包装杂子都是用得到 生物分解的索贷禄 希望透过这款经营方式 将优先环境的力量 担打出去 台湾其实我们是用脏化大品 一只和一只的米包 撒进去寿仙加力好的油里面 等待一段时间 香菩公的香就出路了 这是在岛南的烤油米包店 是由一堆原本在经营 抵抵生意的老婆所开设的 因为与他争含的生活 因此是看中生理收起来 两个人来跟岛南买烤油米包 他当然真的在都市住了三十年 他也很习惯 可是老园丁就很想回归大自然 其实我是不喜欢的 然后所以他就自己在这里搭帐篷 搭了三年 然后自己动手盖土屋这样子 慢慢有一点成果之后 我没办法加几水 就慢慢过来 然后慢慢就也喜欢上这块土地 然后就很认真地跟他在这里 一起打造这个生活空间这样子 因为是亲亲感觉到现在市民上的米包 特地是调味最过程 清除油又加糖 因此印第米包的调味 以及米粉的使用都是特别选择 甚至连包装的杂子 都是使用可以来生无分解的 只有一种油它不会裂解 输油 这种油脂很耐 它还可以炸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很便宜 但是用这种油 长期吃进去的人 它会产生一种效应 这个是有很多医师讲的 那种效果就是血管会阻塞 血管会阻塞 大概就是大部分就是脑中风 或是心血管疾病这样 那些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我如果要赚钱 我用这样做 加那种油 就是我觉得会心理不安 所以就研究一种 不要加油 但是它也很好吃 人家愿意买 我还可以赚到钱 另外现在刚才不胖 英老板已经在客厅 要来给乡亲餐饭 最近是准备要来 几个钱 油脂素菜活动 那我们就邀请 这个资深的 慈欣的一个辅导员 来教我们 如何用有机耕作的方式 来种菜 这种对大地没有污染的 一种方式的话 是我们非常分享给大家的 那未来可以帮什么活动的话 其实只要是对这个在地 这样大家都好的 我们都很乐意去煮饭 这个米包里面有 附近对健康和 环境的健康和用心 乡亲是有到导宴来吃饭 可以来顺耍这间米包店 看看谢谢吃米包 记者点配音 彩虹报道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